一板这么一打呀,是毕业的三肤狂 2017年,天津GDP被重庆超越,调到全国城市白昂榜的第六 2019年,又被苏州、武汉、成都、杭州超越调到第十 2020年,又被南京超越,变成了十一 自此,在整个中国北方,就只有北京还在前十了 但是在2017年之前,天津GDP则长期稳定在五六名 甚至从1965年一直到1987年,天津都是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全国第三 而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天津则是全国第二 更别说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天津又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工业和经济地位 所以,天津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而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立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的耿都天津 要说天津为何会落寞,那必然先要说它为什么会崛起 天津这个地方呢,从汉堂一直到宋辽有过很多教法 比如泉州、东平书、军粮城、尼姑、植姑寨、海津镇等 然后就是名称祖朱蒂,落泉成绩之后,准备迁都北京 而为了拱卫金师,就在1404年修了一座卫城 并以天子都京之地为由,取名天津 自此,以天津命名的城市就在历史上正式出现了 而进驻天津位的士兵,则大多来自于老书家的老家安徽 比如蹦步、凤阳和安庆等 然后就是在晚清时,李鸿章的怀军也大规模驻扎过天津 因此你看天津的很多习俗,其实都不太像北方 而是会像南方的某些地区 比如天津结婚就是在下午,而北方地区基本上都是中午 同时,这里造成了天津方言的语言孤岛现象 比如老天津的六区,就是正宗的天津话 而冀州区、宝底区和宁河区,他们的方言则是更偏向于唐山化 武清区更接近于北京化,滨海区接近于苍州化 而剩下的这几个区,就是方言过渡的中间地带了 天津这座城市呢,因保护北京而诞生 自然它的繁荣与落寞也都跟北京息息相关 在元明清三朝的大半时间里 由于北京重要的军事地位,因此它都是毫无争议的首都 但是北京周边自然条件确实没那么好 导致它没办法在钱粮物等方面实现自己 所以如果把各种物资运到北京,就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任务 那么既沿河又靠海,且离北京也不远的天津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而北京巨大的消费需求,也让天津财源滚滚 等到了清朝中期,天津就已经成了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 商人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高达50%以上 江浙、明广、向天津输入糖茶、纸瓷器、洋货等 东北地区则主要是皮货、药材、野味和木材 而港口城市所带来的也是天津独特的码头文化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饮食 天津菜呢,普遍口比较重,而且量很大 这些都有助于在码头上干活的人补充电脂质和恢复体力 而天津的小吃也是以碳水为主 比如碳水卷碳水的煎饼果子 碳水泡碳水的嘎巴菜等 这些都体现了天津的老国大众生活不易 甚至连下属都没得吃 而作为对比,北京老百姓生活层次就明显高了一截 已经可以把下水做成小吃了 比如炉煮豹朵和炒干就是这样 其次,天津人的风趣幽默,喜欢开玩穴 老天津人经常说的,骂钱不钱的,没事乐呵乐得了 也都能部分体验出,在旧社会 天津老百姓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 去保持一个良好心态的努力 讲个相声,唱个大鼓 这就是最便宜,也最简单的娱乐方式 1860年10月24号,北京条约签订 这让天津被获成了我国北方中外通商的重要口岸 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9个国家 先后在天津设立了近15平方公里的租界 这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 同时,清政府也把天津设为了北洋三口通商大城 近矮关道、直立总督的树牙所在地 而在民国时期,天津也成了河北省会乃至支家市 这些行为都大大增加了天津的行人级别和政治地位 可以说,虽然天津在这段时期是列强在中国清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 但是也正因如此,天津开启了我国最早的工业化进程 成为了旧中国为数不多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比如1867年,天津开办的机器局生产枪炮、火药和子弹等 1879年,天津建造了北洋水师大股船屋 1880年,天津设立了电报局 1887年,天津成立了铁路公司等 他们造就了天津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也奠定了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基础 其次,由于北京政局不稳 大量资金纷纷进入天津避险 北京的军阀、官吏和有钱人也就慢慢成了天津的近代工业的主要投资者 比如袁世凯、曹昆、周学熙、李淳、王湛元等 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根据天津社会局的调查显示 到1928年时,中国人一共在天津城里开了2186家工厂 资本总额达到了3300多万 而在商贸方面,天津也是北方金属口贸易的核心城市 最高峰时有洋行近500家 1937年,天津的对外贸易占了全国的12%仅次于上海 但仅仅一年后就变成了24.7% 几乎和上海相等 一直到1947年 天津的工厂数、工人数、资本额等主要指标 也依然是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 而天津的人口也达到了近190万 是1860年开布时的10倍 在新中国刚成立时 天津的经济指标优于北京 工业总产值是北京的5到6倍 经济发展速度比上海高 但是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美国的封锁禁运 像天津这样处于沿海地区的重工业城市 港口城市 就成了国家重点不照顾对象 从1958年到1965年 天津每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速就只有85% 而全国的平均水平则是3.6% 虽然从1960年开始到1978年 由于天津毕竟还是积富中低 以及这上百年来累计的工业基础还在 因此天津的经济发展似乎也还可以 但是在基瓦经济的规则之下 天津的定位就不是经济中心 因此它以前的各种经济功能就被各种分割带走 谁敢逼我惨啊 于是天津就只剩下了工业这一条路可走 具体来说就是轻工业重型装备制造 以及精密一期制造 然而雪洋加霜的是 1957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里 正式把北京定位成了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业重心 因此在之后几十年里 关于北京的建设都是按照这个规划来 政治经济文化呢咱们就不提了 咱们就说工业 比如石井山的钢铁工业 大交亭的化工工业 势力铺的棉纺工业 九千条的电子工业 沙盒的冶金工业 双碾的机械工业 丰台的机车制造工业 东西叫的汽车工业等 从1949年到1979年 北京的中工业投资为106.42亿 轻工业为15.07亿 而北京也成为了仅次于辽宁的全国第二中工业基地 在全国164个工业门类中 北京有140个 不过虽然北京这个六边形战士仅在咫尺 但是天津在这段时间的工业发展也依然很有亮点 比如天津的纺织食品和制药就做得不错 而天津拖拉机场 天津内燃机场 天津手表场 天津仪表场 天津自行车厂等 也都是全国之名 我国第一台气候发动机 第一支手表和电子表 第一辆自主生产自行车等 都是来自天津 但是随着改开放的到来 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在不断下降 如果不是看城市排名 而是看省份排名的话 1978年时天津还是17 等到了1992年就变成24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天津的特殊发展困难期 而之所以说它特殊 是因为天津的经济虽然也在高速发展 但是按照它的体量 按照它的地位来说 这个速度还不够快 相较于其他地方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缓慢而滞后 那么天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 天津一直是一个服务北京的角色 甚至一直到90年代初 学界对于天津的定位还依然是 依托北京 服务北京 以及联合北京 所以天津不能乱 万一你要是胡搞瞎搞 到时候影响了北京怎么办 因此天津在改革方初期就比较保守 一心求稳 比如当时天津的低工资低物价政策 这就导致了虽然天津老百姓买天津东西比较划算 北京买天津东西也很划算 但是这种低物价是不正常的 是财政补贴而来的 你天津往外省卖的越多 财政亏损就越大 结果天津老百姓收入还不见涨 而且不仅是物价 为了保证北京稳定 天津在住房改革 金融改革 所有制改革等改革中 也是各种保守和滞后 其次 作为天津当时经济主体的轻工业和装备制造业 他们也普遍存在设备落后 设备老花的问题 比如根据1989年的全国工业普查 在天津工业的主要装备里 属于一般和落后水平的 竟然高达71.3% 其中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 占了36.7% 而由于产业落后 坚持力差 天津以前的那些明星产品 比如手表 缝纫机和自行车这样的老三样 或者洗机 电冰箱和电视机这样的新三样 以及天津的老八大国企 也都纷纷陨落 而天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也从1965年的第五 调到1988年的第十四 最后呢 国家给天津财政投资也比较少 从1980年到1989年 中央对天津的投入 就只有上海的34% 北京的44% 并且天津也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的金融地位 因此天津就非常的缺资金 可以说天津在历史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那种远高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综合经济优势 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基本消失了 但是天津也没有躺平 改革慢了 那就加速改革呗 没技术 那就市场换技术呗 没钱 那就引入外资呗 比如1994年 天津并海星区这个概念提出 就是天津改革的试验场 就是为了实现这几个目标而诞生 而对天津的产业升级帮助最大的 也是引入了摩托拉 三星 宝洁 可口可乐 三阳 丰田 等外资企业 于是从1994年到2005年 天津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3% 这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8% 而冰海星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也从112.4亿 上升到了1608.63亿 至于引入外资方面 那就更夸张了 从92年到98年 天津签订的外资项目 有11514个 实际利用外资103.46亿美元 年均增长60% 这个增长率比北京 上海广州都高 虽然在989年 亚洲金融危机 和2003年非典的影响之下 天津这个数据出现了持平或者下降 但是很快也就恢复了 而冰海星区也在这个过程中 成了天津经济的龙头 2020年 天津GDP是14083.73亿 其中仅冰海星区就占了49.5% 不过没有什么事情会永远一帆风顺 从袁明清一直到现在呢 除了民国那几十年 华北地区的城市关系 一直都是以北京为核心的金字塔结构 由于北京在镇上的超然性 所有资源就会自然而然的流入北京 因此它周边的城市就不可避免的很难有大的发展 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超然性 导致它周边的城市又能经久不衰 而天津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本世纪初开始 天津就致力于把自己重新打造成北方的经济中心 而北京也在2015年提出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其中就包括了经济中心这个功能 但是北京会成为华盛顿吗 天津会成为纽约吗 说实话我并不看好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 只有在北京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时 天津才有可能凭借其海港游史跟北京平起平坐 而目前天津能做到的就只能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航运中心 物流中心和制造业中心而已 然而天津的经济引擎外资 它的流入增速从2016年起就开始明显下降 2020年天津实际使用外资的绝对数 只比2006年多了6亿美元 由此可见天津对外商的吸引力正在逐渐降低 另外作为港口城市 天津的地位也在受到大连青岛乃至上海的影响 其次虽然在进入21世纪之后 旧城改造和土地建设也成了天津的另一个经济引擎 但是随着泡沫的破灭 天津的衰退可以说是又开始了 而天津这些年的人口流失 人口老龄化以及就业的问题 也在深深困扰着天津的发展 比如2018年 天津搞了一个海河英才的政策 打算吸引一些高学历高技术的人才来天津就业 推动天津的发展 然而结果却是 这些人虽然在天津落户了 但是他们却还是大部分都在北京工作 没办法天津的城镇再职员平均工资 在2019年末就只有10.08万 而隔壁的北京是17.3万 其次天津的国企呢 你又不好进 私企的适合岗位又很少 从2017年开始 天津私企的聚业人数就一直在下降 况且从天津坐动车到北京就只需要半个小时 那人才还不跑是等着中彩票吗 北京对资金技术 人才和资源的混运效应可不是盖的 不过有意思的梗 你猜除了天津以外全国天津人最多的城市是哪个呢 答案是北京 你猜到了吗 话说我跟一个从小是生活在天津的朋友聊 他说天津其实就是关内的东北 也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这句话 最后呢总结一下 天津的幸运是离北京太近 因为他的诞生乃至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 都是靠了这个底力优势 但同时天津的不幸也是离北京太近 他不但要红西天津 甚至他的一些环保政策都能重创天津的一大片企业 但无论怎样 天津一人还是四个芝麻市之一是基附重地 这些年在生物制药 新材料 动力电池和信息安全等产业上也是重点下注 而一带一路和熊岸新区也将会是天津新的机遇 可以说相较于河北 天津的基本盘要好太多了